Hello大家好,我是路边 欢迎收看《里洲看世界》 每周三分钟带你了解国际大小事 中国女子网球名将彭帅 在去年11月指控中国前副总理张高丽 曾对她性侵后从此下落不明 直到这周2月7日 她在法国媒体专访中现身 并回应性侵事件 本集要带大家了解 引发全球关切的彭帅事件 女子双打世界排名第一的 网球明星彭帅 去年11月初 在自己的微博账号发文 声称她与中国前副总理张高丽 多年前开始陷入不伦点 期间对方甚至胁迫她发生性关系 随后彭帅的贴文 以飞快的速度遭到微博删除 此事件震撼全球 彭帅更宛如人间蒸发 下落不明 有网友将贴文截图 并在推特上转发 甚至有越来越多人开始标注 彭帅在哪里的hashtag 全球网友都在关切 这位网球明星的安危 事发不久 推特上有一封电子邮件的荧幕截图 声称是彭帅致函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的电子邮件 当中彭帅表示 现前的指控不是事实 并说明现况一切安好 然而信中语气别扭 加上截图上的游标 让外界很快对这封信的真实性起疑 直到现在 有关彭帅的新闻贴文 以及各种资讯 在中国网路上已全面消失 事件之后 彭帅终于在本周2月7日 法国团队报刊出的专访里现身 除了宣布退休的消息外 更表示自己 从未指控任何人性侵他 至于为何当时 微博发出贴文30分钟后 立即被删除的事情 彭帅解释是自己所为 他认为自己的私生活问题 不应该涉及体育及政治 虽然彭帅于专访中曝光 让大家确定 他的人身安全 但对照事件发生时 与此次专访中 前后不一的矛盾说辞 仍然令人感到疑点重重 信心事件的真相是什么 指控贴文又是被谁删除的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 分享你对彭帅事件的看法 喜欢《李周看世界》 影片结束后 别忘了为我们按赞分享 《李周看世界》 我们下周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